明朝时期的靖南之义 让朱元璋嫡系统治大权旁落 落在了朱棣手中 然而在这背后 却离不开一个和尚的帮助 此人正是姚广孝 虽然一心向佛 却大开沙界 因此也有着黑衣宰相之称 那么姚广孝 又是如何从一个和尚 成为朱棣的心腹 又是如何在背后帮助朱棣谋划 一步步登上了地位 朱棣对于这位帮助自己 登上地位的功臣 在其并重之际 也照看颇多 边问其有什么遗言 老和尚却说 请放过我的死敌普架 那么这个普架又是何人 为什么姚广孝遗言 只提到此人 一 辅佐之臣等待时机 姚广孝出生于医学世家 姚家在当地也是颇有盛名 但日子过得并不顺畅 家中的长辈也希望姚广孝 能够继承家中一波 然而姚广孝却只不在此 不愿意只做一个玄乎济世的大夫 索性就将这家族的重担 交到了兄长手中 而他则在14岁那年 选择替法为僧畜家 皈依佛门 然而姚广孝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也并非前心向佛 姚广孝先后学习了天台 密教等 后来又选择改宗禅门 他在钻研佛学之余 还学习道教和儒教等经典 青年时期的姚广孝 曾摆当时著名的道士应真文侠 学习阴阳术 除此之外 还和宋连 高企等人有所往来 并且经常在一起探讨儒学 所以从这看来 姚广孝并非是一个 前心向佛的佛教信徒 而是极如世道三家于一身 这为他今后的发展 打下了基础 除此之外 姚广孝还关注着天下大事 袁末年间 局势动荡不安 乱世出枭雄 因此姚广孝 关注着各个地方的势力 比起普通人来说 姚广孝准备得更充分 所以他等待的不过是一个时机 时机一到 就是他成大事的时候 姚广孝早年间 曾在松山寺游学 当时有一名叫做袁拱的相士 在观其面相之后说道 怎么会有长相 如此奇特的僧人 眼眶成三角形 体态又像病虎一般 天性嗜好杀戮 是和刘炳忠一样的人 那么刘炳忠又是怎样的人呢 刘炳忠其实是南宋末年的一个和尚 法号叫做子聪 虽然他只是一个僧人 却非常有智慧 并受到了原始祖乎碧烈的赏识 得到重用的刘炳忠 为忽碧烈灭掉南宋献祭献策 最终帮助忽碧烈坐上了皇位 也还俗成为了宰相 帮助忽碧烈一统中原 无疑是元朝的开国功臣 可刘炳忠在民间的名声却并不好 而将姚广孝比作刘炳忠一样的人 姚广孝却非常满意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将刘炳忠当作榜样 要成为像刘炳忠一样的人 辅佐一代民主建立新王朝 在宏武年间中期 朱元璋曾经下令让精通如学经书的僧侣 考入礼部 姚广孝也想通过这个机会走上师徒 但由于姚广孝的思想和朝廷考核内容还是相悖 虽然没有被授予官职 却得到了朱元璋亲自的夹杀 二 帮助朱棣登上帝位 宏武十五年 高皇后去世 明太祖便选高僧前去侍奉和亲王 为其诵经祈福 当时姚广孝就在朋友的局见下 认识了燕王朱棣 并与其相谈甚欢 后来便跟随朱棣去了北平 被朱棣安排在庆寿寺做主持 若说当时光凭借着两人相谈甚欢 便让朱棣将其留在身边不太可能 而是因为姚广孝对朱棣所说的一句话 大王使臣得使 奉上一顶白帽让大王戴上 姚广孝这个意思就是说 若是我能在你身边侍奉 定能让你坐上皇位 毕竟此时朱棣已经是燕王 王位上戴上白帽 就是皇位 姚广孝的话任 谁听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当时朱元璋已经立下了太子朱镖 无论如何皇位都不可能轮到朱棣的 但朱棣的野心也比较大 就算知道希望渺茫 他还是将姚广孝放在了身边 后来朱镖意外去世 倒是让皇位产生了动荡 但很快朱元璋便将太子之位传给了皇孙朱云文 就是此时姚广孝等到了时机 靖南之意随之而来 朱元璋在建立了明朝之后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子孙的统治 共丰收了25位宗室成员为藩王 让其驻扎在各地 虽然这些藩王各自在各自的侠地 却并没有实权 但拥有护卫队 护卫队的兵力从3000到9000人不等 其中九位边王驻守在北方的边境地区 其中就有燕王 他们拥有更大的军权 但是由于朱镖这个太子早逝 而朱云文这个皇孙坐上了太子之位 难免让藩王心生意动 按照辈分 朱云文是这些藩王的侄子 他坐在这个位置上 也隐隐感到不安 尤其是自己是势力 也远不如藩王的势力强大 这些都对他的太孙之位存在着威胁 于是他便开始实施薛藩政策 在朱云璋去世后 朱云文刚一即位 便大刀阔斧地进行薛藩 周王 湘王等人都纷纷获罪 被罢免王位或被贬为庶人 以世间各地藩王人人自危 此时姚广孝被暗中劝朱棣起兵 朱棣则说 如今民心都向着朝廷 我们能怎么办 姚广孝并没有直接回答朱棣这个问题 而是对他说 我只知道天意如此 又何必在乎民心 姚广孝的这句话 无疑是给了朱棣一计镇定计 让朱棣放心起兵 无疑是是将他起兵能成事 能够做上皇位的结果告诉了他 这样一来让朱棣信心倍增 三 临终遗言放过朴家 于是朱棣便决定起兵 发动了静难之意 朱棣在外面为拉拢武 向起兵做准备 而姚广孝则充当朱棣的谋士 在燕王府内帮助朱棣操练士兵 打造武器 为了防止被有心人听去 还在院中为了积压鹅 利用佳琴的叫声掩盖兵器打造的声音 在实际成熟后 朱棣便起兵 发起了静难之意 姚广孝虽然没跟随朱棣上战场 但是在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谋划 却是不能抹去的 可以说 朱棣能够登上帝王之位 其中少不了姚广孝的功劳 朱棣登基之后 原本以为他会像刘炳中一样 还俗成为宰府之臣 辅佐皇帝治理天下 但是姚广孝并没有这样做 朱棣也曾劝他还俗 姚广孝这个俗名便是朱棣赐的 不仅给了他府邸 还给他安排了许多美女 但此时已经接近古兮之年的姚广孝 早已经看破红尘 也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 姚广孝拒绝了朱棣的这些安排 依然住在佛寺之宗 只是有着一个太子少师的虚职 上朝时穿着官服商议朝政 退朝后则继续穿着袈裟 直到1418年 此时已经83岁的姚广孝 走到了暮年 临终之际 朱棣前来看望他 问到他有什么遗愿 姚广孝则说 放过我的死敌普恰 此人正是朱棣发起禁难事 帮助朱允文脱身的僧人 朱允文后来不知所踪 但普恰却被抓到囚禁16年 受尽哭刑 未曾透露半点关于朱允文的消息 朱棣亲近所有 都没能找到朱允文 可谁能想到姚广孝最终的遗愿 竟然是让朱棣放过他 朱棣看着这个帮助自己 夺得天下的功臣 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普恰和姚广孝的两人 虽然是政敌 但也不过是个随其主 选择不同罢了 若是所追随的人成事了 就必定有一方会败 成为阶下囚 但姚广孝不得不说是一个奇人 最终能够功成身退 得以善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